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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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呢 如果你有金钱症候群 或者是更年期的障碍而引起的形成代谢失调 可以适量的补充流离巨油来改善不适症状 还有就是红花籽油 红花籽油含有优质的复合亚麻油酸 它能降低身体新脂肪的产生 并且供给人体必须脂肪酸 简而言之就是帮助体内的脂肪代谢 把身体的脂肪转化为能量 所以可以避免减重后腹胖的现象 再来就是橄榄油 陆老虾特别强调只能用这种青橄榄油哦 青橄榄油含丰富的维生素油酸等营养成分 维生素D能促进人体代谢 维生素E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通畅 抑制皮肤老化 维生素K呢 则能吸收皮下多余的脂肪 所以当你在吃沙拉的时候呢 可以加一点青橄榄油来代替所有的酱汁 这样你就可以吃得健康 又可以维持美丽的身材哦 喝醉好油呢 不仅在让你减重的时候 能够保持心情的愉悦 还能够保养你的妇科系统 希望大家呢 喝了这些好油呢 都可以变得非常的健康 而且保持你美丽的身材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